好 回来先带您关心最新的美股讯息 那投资人寄往年终行情 因此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都是静阳的 那延续美国联准会最近一次开会后的涨势 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了五百六十四点五零点 纳兹达克呢也是上扬了两百三十二点七二点 台积电ADR则是涨了百分之三点零五 那台股今天的表现呢 先来看看目前开盘的台指期 那目前开盘台指期是呈现上涨的 指数是来到了一万六千四百多点 那更多台股消息也会持续 请您持续锁定三立i News